有趣的灵魂相互碰撞 周深 贾玲 耿王相遇 这个节目一定欢乐多多 青春环游季第二季首发成员官宣 成员组成一时间广受网友热议 春游家族常驻嘉宾有 贾玲 朗朗 周深 范晨晨 杨迪 有趣的灵魂相互碰撞 耿王段子手与综艺宝藏的结合 不断的增加了网友们 对于青春环游季二的期待值 有趣的灵魂相互碰撞 耿王相遇 贾玲作为喜剧演员 非常的会把握现场的气氛 有贾玲的地方就会有微笑 贾玲的情商也是出了名的 她的幽默感就仿佛是与生俱来的 跟贾玲待在一起 都会感到非常的自如 她是有自己人格魅力的女喜剧艺人 王牌对王牌第五季当中 贾玲和沈腾啊 可谓是收拾保障 他们的户怼都能够笑翻观众 周深绝对是一位宝藏男孩 她的歌声干净空灵 是一位未来无限的歌手 一位声音的艺术家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外表之下 藏着的却又是一个 有趣而要杀雕的灵魂 周深的每一次采访 都让人感到非常的轻松搞笑 抛梗接梗两不误 贾玲周深两位梗王相遇 有趣的灵魂相互碰撞 关注周深的采访啊 就知道著名的土鸡蛋 极具中毒性 以及百学不厌的上海阿姨 周深啊 跟真可谓是一个宝藏 有趣又沙雕 贾玲周深曾经在 王牌对王牌第五季的节目录制当中 打过交道 周深在节目当中 可以完美的接过贾玲 沈腾抛的梗 周深和贾玲的户怼 包括斗包袱呀 也一定会让节目的剧味 非常的加分的 周深和杨迪一起参加过 了不起的长城 两人在节目当中的互动 有爱搞笑 杨迪还曾经在自己的节目当中 被要求跟周深通话 让其模仿腾格尔老师 其中杨迪和贾玲啊 也是就知了 杨迪这一位孝心的人格魅力 也超高的 三位梗王的合体啊 真的是让观众万分期待 五位有趣的人 一定会产生神奇的化学反应 范晨晨朗朗的综艺感 异能感非常的强 包括朗朗一口流利的东北话 让人颇具亲切感 范晨晨作为第一季的元老 第二季的回归 一定就会更加的清车熟路了 期待这五位神奇的组合 五位有趣的人在一起啊 一定会产生非常神奇的化学反应 这一季节目主打 跟有意思的人去旅行的青春标语 青春环游季二的嘉宾 不管是从人气上 还是综艺感上面 都绝对是实力派的 每个人的综艺感都非常的强 相信他们五位的合体 一定会给大家带来欢乐 节目的后续 还会有多位神秘嘉宾的加入 其中包括了 大家备受关注的肖战 此前肖战被拍到 去参加节目录制 目前呢 有网友在网络上 晒出了肖战的路透 身穿吉利服 还特意打伞遮改 有趣的灵魂 相互碰撞 耿王的相遇 欢乐段子手 蒋灵 杨迪 周深 朗朗 范晨晨等 综艺宝藏续航待发 其中还有多位神秘嘉宾的加盟 这样的配置 你期待吗 希望这样的一个组合 可以带给观众更加多的欢乐 你期待谁作为飞行嘉宾来登场呢